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家常菜 油渣炒莲白 首先我们准备莲白一个 用刀把莲白的根部切几刀然后取出来 然后把莲白翻过来竹片取下 大家注意这个重点 莲白越往里面越白越嫩越脆 越表面的叶子越软越老越韧 画面中左边的叶子就是表面的莲白 比较老软韧 然后把莲白的叶子分别用手撕下来 中间的杆可以用来做跳水泡菜 莲白撕好之后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猪肥膘一小块切成片备用 这块肥膘来自猪的背上 准备大蒜几颗拍散备用 准备几颗小米辣切成片备用 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不加 最后准备适量的干辣椒段 加入适量的青花椒 下一步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油滑锅 然后把热油倒出 直接下入切好的肥膘肉下锅爆香 同学们注意 这一步需要转小火慢炸 把猪油炸出来 油炸不能炸糊 这里的重点是肥膘肉不能切得太薄 太小 否则炸出来的油炸缩水之后没有口感 肥膘炸成油炸之后直接下入准备好的干辣椒 花椒 小米辣 和大蒜爆香 料头爆香之后下入撕好的莲白 然后转中大火将莲白翻炒至断生 这一步尽可能在不炒糊的情况下开最大的火 这样陈菜之后才会有足够的锅气 莲白断生之后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食用盐2克 加入少许白糖提鲜 加入味精1克 加入3克生抽从锅边淋入 最后把所有的调味料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爽脆可口的油炸莲白就制作完成了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莲白表面的叶子可以不要 只取里面脆嫩的叶子 第二 这道菜必须用手撕 把里面的筋膜撕掉 否则很难炒熟 第三 炒莲白不能在断生之前加盐 否则会出水 成菜不脆嫩 油炸莲白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